好 龍捲風走出戶外 我們現在到的就是台南市了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到 台灣最在地最美味的是什麼 我現在突然注意到 那就是香腸了 你想想看 選舉的時候有那香腸瀑布 可是平常你到了廟口 平常你到了夜市 可是要吃香腸的 老闆 香腸怎麼賣啊 一條30塊 好吃的香腸喔 那我來個三條 好 有沒有注意到 這麼好吃的香腸 這麼快就好了 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 老闆在這個時候 他就一直在準備這些香腸 喔 謝謝 謝謝 好吃 好吃 你看這麼好吃的香腸 欸 欸 很強這麼好吃 可是呢 這麼好吃的香腸 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自在地吃 因為這香腸可是台灣的 因為都是台灣豬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到了一月份以後 如果說你要吃香腸 你會猶豫了 你會考慮了 你可能心裡面會有點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來的香腸 會不會真的都是台灣豬呢 到時候會不會有可能 就變成是萊豬在裡面 幹哥 該怎麼辦啊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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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沒有關係 現在行政院長蘇貞昌 終於他揭示了五大管制措施 一大早 國民兩黨就甲級動員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蘇貞昌就要進行施政報告 這是第十三次 好好吃耶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立剛上攻了 要支持台灣的豬肉 OK 大家看到這麼好吃的豬肉 可是今天我們行政院的施政報告 蘇貞昌就是一定要讓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了 別吃邊講 別吃邊講 立剛這個脫稿演出了 我另外一條我請馬先會了 不請你了 不過說一句實在話 幹哥聞到這個味道真香 可是明年1月1號以後 你要吃這個香腸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你會怕的東西呢 於是今天強度關山 通常立剛你知道 怎麼樣 7點以前 國民兩黨的議員 他們不會那麼早來 結果今天大家7點以前都到了 當然 今天是最重要的時刻 你想想想看 我們的偉大的方長 不 偉大的蘇院長 12次被擋在那門外 今天要進行第13次的施政報告 國民黨講得很清楚 方澤子宮光明鼎 對 第13次只要你道歉 我們就讓你上台 我絕對不道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們進口萊克多巴胺 是政府的美意 所以我院長 絕對不會向各位民眾道歉的 你知道嗎 7點一大早 他不道歉 問題是到時候這裡面如果有萊豬 那我可不太敢吃 這樣大家民眾會害怕 對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毒害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住的香腸 多好吃 多放心 可是你現在講的 完全都是正確的 可是因為政府要跟美國 再繼續走那個 非常非常可愛的一條路 是幹嘛 就是說我們同床共枕 你要開放我們的萊豬進口給你們 我們會再賣武器給你 人家要跟你共枕嗎 所以 你只有把錢一直送到人家口袋裡吧 你一直在一廂情願嗎 這香腸真好吃啊 可是我跟你講 今天在立法院就上演了全五行 大家都看到了對不對 你知道 我們的委員只有35個 大家還記不記得 激進黨的陳柏惟昨天說 我一個可以打35個 結果 結果怎麼樣 結果他偷襲了 國民黨立委政天才 把政天才撩倒以後 他就被國民黨立委圍圍起來 他就偷偷的一腳把你踹下去 你不就倒了嗎 倒了之後 竟然被人家圍起來 有偶嗎 其實我跟你講 國民黨立委還是對他很客氣 今天我要講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他今天只花了不到五分鐘 因為他從七點就到了立法院 但他不上台 為什麼 一定要先見閉親眼 上面座的主席是誰 你知道 不是蘇貞昌 是立委莊瑞雄 從座位坐在樓上 看你們家衝不 後來國民黨還是照衝了 為什麼 因為他帶著豬心跟豬內臟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不聽 不肯聽我們在野黨 幫民眾講話 你不願意聽我們講 那我們只好用一個硬的方式來 當然希望就是 你蘇院長能夠聽到民眾的聲音 但是豬心 豬肝 豬肺都丟出去了 都丟出去了 有沒有 結果有沒有用呢 你要知道多少人 就像那個十大護法一樣 跳出來民進黨的立委 幫蘇貞昌院長 擋這些豬心 豬內臟 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今天這個施政報告 一定要通過 然後他有五分鐘通過之後 現場一片混亂 他竟然講了一句 我幹哥聽了真的 會非常非常切心的話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他引用英國大文豪 狄庚斯所講的話 好有水準 好有水準 好有學問 他說我們什麼都有 可是有一天 我們可能什麼都沒有 現在他是不是講到 我們的心聲對不對 但是他竟然引用這種話 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是想到 什麼都沒有的問題 對 後面他就講了說 要珍惜台灣 守護台灣 所以要想到 有一天我們什麼都沒有 拜託院長 我們現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連健康也沒有了 我們連新聞自由也沒有了 言論自由也都沒有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就是今天在立法院上演的一出劇 可是立剛 我們現在要講到 他剛剛說的五個 就是說管制的措施 我們先來看 先餵茶廠不給進口這個意思 什麼叫餵茶廠不給進口 那不錯啊 要先茶廠才能夠進口 沒有茶廠就不能進口了 不就這個意思嗎 好餵茶廠不給進口是不是 我想先請問一下 大家知道嗎 其實有一部分 美國豬肉它是進口 它不含萊劑的 你現在說要茶廠 那我請問你 你原先的沒有含萊豬的 要不要重新再驗一遍 你有沒有人手去驗 你今天回答 根本不可能 對不對 對 再來部位列號管源頭 現行的牛肉有51項 豬肉有22項 這些立剛你知道嗎 我幫他算了一下 如果這裡通通都要列入茶廠的話 可能要帶100多人到美國去 才能查得完 要帶這麼多人去 要帶這麼多人 所以兩三隻小貓去是不行的 你今天根本就是一個幌子 你就是做給大家看的 你現在說這個五大措施 根本就是要給他們自己一個下台 所以大家知道嗎 這根本是沒有保證的 最重要的是 他講標示跟著肉品走 標示跟著肉品走是什麼意思 總算要標示啦 那標示可能也會標萊豬了嗎 也就是說那個豬肉從小到大 他都有標示啊 然後他進到屠宰場 然後他到了那個供應鏈 他到了那個就是零售商的時候 通通都有標示對不對 對 很好啊 是啊 可是我告訴你 這個標示 只是跟你講說 它的產地是哪裡 等一下 萊豬呢 萊克多巴胺呢 萊克多巴胺 沒有標嗎 完全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現在回到立剛 你現在這根香腸上面 這根香腸是台灣原產的 可愛的香腸 可是我們知道它絕對沒有萊克多巴胺 你今天說你標示跟著肉品走 為什麼不肯標示萊劑到底含量多少 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你根本就是 幹嘛 暗渡陳昌一定要讓 所以表面上說是一回事 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只要騙過百姓 騙過民眾就好啦 1月1號就進來了 因為那麼多的綠色媒體 當然會幫他鋪吃抹粉咧 蔡總統說你可以不要吃啊 我們想請問一下蔡總統 我們可以不要進口嗎 謝謝 可是我們看到 現在整個廠子裡面 在光明頂上面 作秀的就是那方丈了 方丈做得非常的囂張 可是我們在今天 我們來到台南 我們來護外開角 我們看到了一台 賣魚丸的車子 他趕來這邊了 因為有挺我們中天的人 他請這位老闆來這邊 請大家吃魚丸 不過老闆來個魚丸給我吧 魚丸啦 好可以可以 好 你賣多少年了 賣很多年了啦 開餐廳賣很多年了 本身我開餐廳 那美豬要進來你會不會怕 怕啊 非常怕 為什麼 我說齁 我們台灣好的豬肉 你給台灣沒人吃 可惡 日本人是老闆人阿公 好的東西有日本人吃 跟老闆的東西 這些莫比高的大腿 把這個有毒的豬肉拿給台灣人吃 每個台灣人都做豬肉 可憐 所以像我講 三伯 我很想要跟你們挑戰 你怎麼知道 你很好的消責 我還要正話嗎 我這四人 消責沒有輸 還不再消責而已 不過我和你消責 我保證一輪給你 民生議題你不夠 對不對 我說如果整理議題我不要啦 民生議題 我做參加 我主委可以 敬禮好 敬禮不好 我感受最親 我們來討論一下民生議題 我們用消責 不要說辯論 辯論是你們這些特色人 這些學者在說的 我們正跟孩子說的 要跟你們消責好看 送給好 我說啦 道理是越責越真 騙小的 你有女兒做人家正義 你三個對面生好 你不知道 看就跪了 好 謝謝老闆 今天今天在禮拜他這項 他的市政報告 您敢聽到嗎 有 您聽到嗎 有 有人聽到嗎 問一下 行政院的小編 1450 側議 馬上隨著帶風向出來 但是我也要把這兒子的兒子 跟我們的行政員 跟蔡英文說 只有這代表真實的名義 大家對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心肝臘的恐慌 不是自己的事 我還會報告 蘇偉說醫生說的 那幾個月你們都不能動作開玩笑 含空氣 輸空氣 你就可憐 你們絕對不要當它是玩笑話 那還會有 獨特也吃下去 不是會死呢 所有這些職位 這些老大哥 我不是在說拍話 古早的人說 我們倆其他不可以用的而已 今天公子 好 那麟天照 皇子 問題重點是 吃下去賣屎 會撩了撩 要撩到當時 他不知道 在政治這個政府 要再跟我們收改建保護 你知道嗎 知道 入港的提交金 得再減你 你知道嗎 知道 今天你的新聞 你敢是有一個什麼人那樣抄棄 說自己在鼓票 落土的基金近年了多少啊 你們知道不知道啊 對 政黨相談的三台立即一台開工 你們知道嗎 對 政府真正是他整天都不知道在收社會 整心講政治 你讓這老闆的臉是在這裡 你看剛才吃那個老闆 你敢跟他說那有利貌嗎 你敢跟他說那有利貌嗎 老闆的聲音就在這裡 立甘哥 是 對不起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不站起來一下下而已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剛剛我聽那個文三伯在講 查場然後咧 然後呢 然後查到 要給我們有交代啊 他茶場說有萊克多巴胺 怎麼辦 沒關係 賣去台灣 結果是這樣子啊 不是啊 不然茶場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是茶到了你有萊克多巴胺 你就不能進台灣嗎 沒有啊 茶到了你有萊克多巴胺 好 賣吧 那不然茶場的目的是什麼 不然你告訴我茶場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原來這個場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真的也有耶 好 那就可以賣去台灣了 不是嗎 還是他茶場查到了說 有萊豬不可以進台灣 沒有啊 重點是進台灣不是他有沒有啊 他被查到了沒有 他一樣可以賣進台灣 他被查到了有 他還是可以賣進台灣啊 那茶場要幹嘛 那就沒意義了 說謊嗎 不為認為你還說 不可! 哪些小意思 就較意神 你這麼怎麼吧 你在這裡 尤你好